我想問一下陽明哥啊 就是最近我們看到王世堅 他怎麼了呢 他收到了支持者送禮 那這送禮是陳時中跟導盲犬的創作 不過他特別提到說 將這一幅啊 高掛在辦公室 那他這句話其實特別就是要酸啊 他要酸的是之前的何志偉 對不對把這沙畫 給弄到了他的這個研究室的 走廊上面 那當然他說他不會隨便丟在地上 不過何志偉的回應也挺有趣 他就說我的研究室我的走廊 就是藝術走廊 不過何志偉的臉書同樣也寫到說 魔鬼到底是誰 16年前傷害蕭大使的套路 難道要再一次重演嗎 到底是誰在散播假的民調 我要問的陽明哥就是 王世堅最近的動作 讓我們看起來也許跟他過去 我們都要了解 不太一樣 但也許你是覺得這樣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我們的間哥 最近的這個所謂網路社群的操作 很明顯就是跟過去是完全是不同風格 那特別是因為這個最近 這個王浩宇的這個公司 他發了一篇文章說這個什麼 間哥什麼只有什麼 兩套內褲 兩雙襪子 然後所以呢 好像他們那個公司要給他襪子 什麼之類的 好 也就表示奇怪了 之前王浩宇跟王世堅 是你知道那是什麼樣的互動呢 是非常激烈的 那個我們的間哥是直接 嗆他什麼 那個中國古代宮廷裡面這個被去世的這個煙掉的叫太監啊 之前 姜哥是用太監形的王浩宇啊 現在居然 王浩宇的公司直接在捧王世堅 哇果然是不計前嫌 就開始進行合作了 也就是說現在王世堅在整個 跨派系的支持 以英系為主體的跨派系支持下 現在英系的社群的力量 力量已經全面的去支持王世堅了 那對王世堅對姜哥來講 他在一般的政壇他可以叫姑娘 那在當你今天有了這一群網軍側翼的協助之後 姜哥現在開始已經不再是那個姜哥了 他現在是更姦而不摧的姜哥了 更姦挺的姜哥了 那你可以看到像什麼網路上有人說啊什麼 我看到姜哥什麼去什麼哪個麵攤還是哪邊 點了什麼兩份肉然後一個人孤單 看起來很落寞 他有沒有覺得很像去年台北市長陳時中的一些操作 去年陳時中還會說那種什麼跑行程跑累了 回去吃一碗泡麵 有沒有 這種模式大家就不要再被騙了啦 這就是網路的操作 這就是網路社群的經營 這絕對不是一般民眾路人的看到 不然很簡單啊 請問姜哥在大同區在中山區 如果是他的日常的話 為什麼過去他沒有參加初選的時候 沒有人發這樣的文章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當網軍側翼都已經開始啟動 在這次的初選裡面扮演一定的角色 何志偉這邊一定也有相關的一些所謂的 匿名的網軍開始去做攻擊 畢竟這個雙方 這個民進黨的匿名網軍 大家都是看錢有錢就辦事喔 所以呢這一波的這個攻擊喔 對民進黨來講 其實我認為這一次的監委戰喔 是比費心戰更可怕 應該說他們幕後喔 因為像比如說徐曉星也啊 或費洪泰 了不起他們真的叫做世代正義 了不起就是一個是說我即便我年紀大 但我資深有戰力 一個是說我年輕 我有活力我有戰力 但是監委是我要除你而後快 彼此的陣營都是要把對方幹掉的 何志偉要堅守他的這個選區 不讓王世堅取代他 而王世堅是要把何志偉除掉 把他從這個勢力範圍除掉 所以彼此都是會殺紅眼的喔 那只是民進黨一向很高明喔 就是兩個主將都不會變成是互相攻擊 民進黨的支持者一直以來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現在支持者 開始也體會到 過去民進黨初選那種刀刀劍骨的那種氛圍喔 所以會覺得哎呀你們不要再打不要再打了 民進黨後來他們就研發出了一套 主將絕對不互相攻擊 主將都會很委屈 主將都要去提告 主將都會在那邊說哎呀我哪有網軍啊 蔡總統請你不要再用網軍攻擊喔 類似這樣的模式 可是呢下面的側翼網軍不斷的活躍 會越來越活躍直到初選結束 因為收錢辦事的人是不看顏色 不看支持者的情分 他們只是收錢辦事而已 那這一局裡面你看這種會拿畫作來做文章 什麼收到一份陳時中 請問陳時中官立委初選闢事啊 請問王世堅去年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很幽默啦 去年大家還記不記得王世堅在這個 其實我應該我是很尊重堅哥啦 但是堅哥去年在跟陳時中選市長的時候 是他說他的情感上要支持黃珊珊耶 大家還記得嗎 大家還記得嗎 但是最後他說因為我是黨員 所以我要支持陳時中 他這個這樣的話 當時有很多綠營的朋友很不能接受耶 結果現在哇拿著一副陳時中的畫作 當然這就是來諷刺何志偉把他的畫 把這個陳時中的沙畫放在走廊上的這件事情 但老實說我必須要講啊 何志偉的話放在那個走廊區 確實你說何志偉有沒有一些其他用意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那一個區域在我們好立法院都知道 那確實不是支援回收區 那個地方真的不是 但是一開始媒體的這個操作 就把他說這個是在支援回收區 是因為他照片旁邊放了一個垃圾 對那是故意的 對那是故意的 所以我說如果今天你能夠 這個那一包垃圾也是何志偉放的話 那當然何志偉就有他的這個用意 可是如果今天不是 而是說拍照的人 那個當初拍照的人 刻意把這個東西做連結的話 那當然就裡面就有一定程度的 這個認知站在裡面 但不管怎麼樣 現階段監尾這場戰爭 就我講的最後一定是必有一傷 那他們就下個禮拜 他們就要做民調了 也歡迎這個我們這個 所有中間這個涉及在士林大同區的朋友 的觀眾朋友 記得接到民調電話 可以展現你的這個意志 好就這樣 就踴躍表態了 接到電話 就是既然電話都打來了 那你就當然表達你自己的心聲 不過我們要拉回來藍營來提一提 我想請歷史哥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件事到底是幫他還是害他呢 我們要講的是這個北市的藍營的黨部主委 黃綠錦如 他也證實了是有在偵詢 謝龍介來跨區參選市北區的 這件事比較奇妙的地方 謝龍介則有提到他不拒絕 但也沒承諾 更說會在最有價值 最有意義的戰場上面全力以赴 那很多人就提到他感到不甘了 就是最有價值這件事情 其實某種程度他也寫了一個含義是 不想再當炮灰了嗎 那如果真的被擺去那 就是當炮灰嗎 我講真的啊 欺負都是人 欺負這樣會講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謝龍介 你把他手說給他 流出來的血是藍色還是紅色 藍色的嘛 其實謝龍介的性格啊 就大家還記得之前我提過一個 國民黨的革命元勳叫黃昕啊 他其實是這種性格的人 幹就對了 仗就是要用打的 拼就對了 為了黨我可以犧牲一切 黃昕當時不是跟大家提過嗎 在選這個臨時大總統的時候 他是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 加臨時副總統落選人啊 為什麼 因為我大哥就孫中山 全國團結一起 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謝龍介的性格嘛 可是說真的這個行為啊 我必須先說 第一個 黃宇主委就我了解 他也不是那種權謀的人啊 所以他這群謝龍介只是他心中覺得 龍介兄 龍哥就是一個很棒 強棒 這是真的 有一次我跟龍哥做一檔節目啊 我主持一檔這個行腳的節目 那是香港的電視台 但是我們走在路上 大家知道多誇張嗎 走在路上呢 到處都在跟人家謝龍介打招呼 最扯是我們跑去旁邊一個早餐店 拍了一個景 拍完景之後呢 製作人隨便旁邊照一台計程車過來 說可不可以載我們 我們要在車上拍 結果那個人多高興說 好啊我是龍介的粉絲啊 這就代表說謝龍介他確實啊 在這個台北他也是有極高的人氣 我認為因為黃宇主委做這個台北市 南部主委做得非常好 說真的 那他是很實際知道這些民意的 為什麼這一區要找 要跨界從這個左水溪以南 把龍哥給牽上來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何志偉這一區 為什麼王世間來 這一區是很local的 這一區是我們所謂的在地那種的 開口很重的啊 就是我們這種比較那種本省的那種社群的這種地方 所以龍哥上來他有一個優勢啊 就是他跟這個地方是不會有沒有連結的 他只要把這個地方的人土文型用手 但是他的那個形象是貼合這一區的一個基本形式 可是我必須講啊 為什麼龍哥用這種表態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謝龍健幫國民黨打多少仗了 對 打多少仗了 該給他個位置讓他好好發揮他的戰力 不是一天到晚叫人家打仗吧 打仗的人也會受傷 也要花時間復原啊 最近龍健現在幹嘛 大家知道嗎 龍哥那邊講台語 每天掛一張台在那邊 然後再直播 我都覺得說真的 當然這個是維持一個熱度的方法 但這也代表什麼 就代表黨中央跟腦死沒有什麼兩樣 根本就擺著人才那邊不用 那也不去處理 然後現在 其他的大家看龍健先父賢在家嘛 沒人用他嘛 那他是個鬥士嘛 那黃綠主委就想 當然就會心裡就想說 那我這一區國民黨現在在台北市的人選 看起來機會都不高的情況之下 那我是不是天降騎兵的方式 其實大家可以 所以在這一局裡面 不是龍健的錯 也不是黃綠錦如主委的錯 這個是黨中央的鍋啊 雖然說這個事情 確實這個地方黨部是有一定的主導性 可是話說回來 這裡是屬於艱困選區不是嗎 黃綠主委就說了 那艱困選區不是黨中央自己還組了一個七大佬 選社會我們那時候還罵過 罵了狗血噴頭的 你不是都這個十大佬還七大佬 我忘記了十大佬 你不是在針對監獄選區你要處理嗎 現在處理去哪裡了 亂七八糟嘛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看到國民黨很多悲劇 包括等一下也許會提的像游書惠他們啊 包括像之前強哥啊 然後羅志強嘛 然後跟中佩軍之戰嘛 包括費洪泰跟徐巧欣的心肺大戰嘛 這些東西為什麼會發生這樣 奇怪一樣在初選民進黨就最多是 這個尖歌跳上來 因為尖歌跟何志偉這兩個是屬於高知名度 其他地方都默默在進行為什麼沒事 那為什麼國民黨這麼多初選都會炸開 原因很簡單 因為民進黨是會做政治安排的 對面對一個戰士 不要讓他整天打仗嘛 戰士也是要休息 戰士也是要儲備能量的嘛 那戰士有時候也不是要讓他老是打硬仗嘛 有時候也讓他打一個他可以打勝的仗嘛 你整天叫一個會打仗的戰士 然後讓他打敗仗 認誰也不是金剛鐵虎生好不好 所以今天話說回來 黨中再不懂得政治安排 國民黨再沒有一個政治制裁 說金算師到底算在哪裡都看不懂 算別人都會 算自己永遠算不懂吧 我再猜啊 所以其實今天這一局 我們必須講 如果再繼續這樣玩下去 謝龍介再次被犧牲 他可能他的政治生命就逼近終點了 3萬塊年購網站訂購